报表 这个报表请各位观察一下 里面大概也是一样 如果说我今天要做这个报表的话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列标签有哪一些 蓝标签有哪一些 那比如说你会发现 列标签部分的话 它其实会有两个东西 一个好像是产品的类别 一个是产品的名称 那所以你的列标签就要两个栏位 一个是类别 一个是名称 它会自动把那个类 就是名称放在类别底下 所以可能有很多的层次 那另外的话年度部分 我们可以用两个方法 一个是什么 你可以把那个 出货日期吧 可以放过来然后用群组 或者干脆用我们刚刚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年度拉过来 两个方法都可以 至于哪个方法比较好 就看个人 反正最后结果都可以产生 像我的习惯 我干脆就产生一个一栏 这样好像比较 比较单纯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趋势表 比如说这个趋势 趋势表就是说 我把那个类别拿掉 我留下什么 留下那个只有品名 那所以我要怎么样把那个类别拿掉 现在很简单把它拖拉掉就好 那旁边的话呢 帮我画出一个趋势图 让我知道说 哪一个产品它是持续 成长的 还是哪个产品持续衰退 其实真的看图马上知道 有没有 你那个年度越多 你马上看出它的成长跟衰退 其实画那个图非常简单 里面就有固定功能 不过前提是你要有那个2010以后的版本 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把刚刚这一个 产生的A到H栏 然后销售额跟年度部分 这个销售额可能一定要增加一下 否则等一下无法统计 然后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 按个确定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什么 产品类 产品的那个类别拖拉到列标签 下面呢就放品名 OK 也不过也是一样 如果你现在来录制聚集 可能这个要颠倒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这可能要问一下微软 奇怪怎么会这样 你录下来东西 它就不OK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年的部分 那年我们先用出货日期好了 蓝标签 它会变成每一天每一天 那里面的话放统计什么 它的销售额 所以把值放进来 OK 那你会发现的话 做完 我们先把这个 蓝位清单先关起来 它会变成散乱 为什么 因为它每一天为单 所以呢 如果说你今天要统计的是年的话 特别重要 请你在蓝标签上方按右键 右键之后呢 它会出现有一个群组 所以你把那个群组部分 把它 点一下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设定 我不要 如果日期 我没有产生那个年度那一蓝的话 那它可以提供给你很多的选项 兼聚值 有没有 预设是 月 一个月一个月的 如果你有一个月一个不够的话 你可以记 要不然就是年 这边我们用年好了 按确定 你会发现 它上方马上怎么样 帮你用 每一年为单位 不过呢 其实你用这个方法 跟用什么方法 跟用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你可以把出货日期拿掉 你拖拉一个年度 其实结果 应该会是一模一样的 哪一个比较好 看个人习惯 其实我觉得哪一种都好了 做得出来 就是最 做不出来都不好 OK 反正 方法很多种 尽量就是用 比较灵活的方法 OK 好 两个方法 再来的话呢 我们 接下来就是说 要 一般习惯是这样 我的习惯第一个 一定会把里面 改成千分位符号 有没有 不然的话看起来很痛苦 里面的话数字 然后 千分位符号改了之后 然后把小数点拿掉 我的篮宽会不足 所以我篮宽不足的话呢 B篮到H篮选起来 把中间其中一条线 快点两下 它就自动调整篮宽 OK 那这样的话 很快可以看 哪个销售金额 多少钱 会比较容易阅读 因为没有千分位符号 其实说真的 看起来还要自己在那边数一下 如果千分位符号 马上可以知道 839,9700 这边就 比较容易理解 OK 我们就把那个 第49页的部分做完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那个 各个产品的销售情况 所以我要把类别拿掉 那类别怎么拿掉呢 特别是 请你点击这个范围 不过 假如未来你点击这个范围 旁边这个东西没出现的话 一样 选项里面 记得把栏位清单叫出来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小心把它关闭 那你要打开的话 其实它的位置是在那个 选项 不过新的版本叫分析 改名称 叫栏位 清单 把栏位清单点一下 就出来了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列标签里面的产品类别 往上拖拉 那我的习惯是 如果要加就拖拉下来 要去掉的话 往上拖拉 就 扣掉 这样蛮方便的 一上去 抓下来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看到 每一年每一年的东西 栏位清单 因为栏位清单放这里 其实蛮占空间的 你可以关掉 开的话就是在 栏位清单再把它叫出来 这个地方就OK了 好 那再来的话我就把那个 类别给去掉 接下来我希望在哪里呢 在那个它的埃兰的地方 帮我做出一个趋势图 怎么做趋势图 第一个 插入那个所谓的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个所谓的走势图 不过这个版本可能至少要是 2010的版本以后才有 所以如果你点了一个插入 然后找不到的话 应该就是你的版本太旧 OK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利用折线图 那你可以直调图等等 那我们用折线图 点击它 接下来的话 资料范围 我是2005到2010 按确定就好了 那你会发现 马上走势图都出来 顶多我的习惯是再把它改成高点 最高那一点 跟低点 或者是什么标记之类的 看你要不要标记 标记的话就变成说 中间有一点一点的 感觉好像比较清楚一点 最后当然你也可以 把它改什么 改成 其他的色彩 其实我觉得 2010的 效果已经不错了 好像听说 之前用过 好像那个新的版本 它又 变得更漂亮一些些 不过 这个这个功能 其实 蛮好用的 我们把它改一下 那个 样式一下 最后的话 你可以向下填满 它的 趋势 就会比较清楚 OK 有没有 看起来 每个产品 每个产品 它看起来 比如说这个产品里面 2005到2010年 这个DVD的销售量 就一直往上 不过大概到某个程度 它可能就 又有新产品出现 当然相对的那个VCD就已经下滑了 慢慢越来越少 以此类推 我们可以很快的 可以把这个趋势图给做出来 趋势图部分 那其他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 去变更它的 假设你觉得 这个 折线图 比较 没有办法表示 数量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直条图 因为折线图 比较是跟时间有关系的 时间 因为刚好我们也统计了 所以折线图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OK 你可以改成直条图 它马上可以 让你看出来 看起来好像还是不如 折线图 OK 所以你这边的话 或者什么输赢分析 这边有好几种类型 可以让你挑 不过预设我觉得 看来看就好像 还是似乎 那个 折线图会比较理想一些些 那 OK 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 利用那个 折线 如果说你假设 旧的版本 也许 变成你可能就是要 去画 画图了 不然的话 一个出生格 没有办法 放放那么多资料 那这部分完成之后 后面的话呢 我们 接下来 再来做 其他的 其他的部分 那 折线图 后面的话呢 我们从这个图里面 其实就很明显 可以看出 到底哪一些是成长 哪一些是衰退 最后的话 再来就是 删除的话很简单 按几例词 所以未来 如果你要把这个范围里面的 这个图给删 删掉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 不过你要按几例词好像没有效 他这边我记得他这边有个比较特殊的 在64页的地方如果你要删除它的话 可能要用什么清除 然后清除的话 这边有个清清除那个 选取的走势图 OK这样才删得掉 因为刚刚 如果你不用那个什么呢 不用这个方法 删 这个 删清除的话 你直接用 因为习惯用delete 不过delete 我记得 delete的键 他就不理你 删不掉 OK 如果你要删除的话 我们要参考64页部分 才有办法把 那个资料给 删除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多一些功能 的了解 那 再来的话65页部分 我们有就是 假如我今天 只希望怎么样 统计的 不要是2005年到2010年 我只要是2010年上半业期的话 怎么样 取得上半 而且刚好要上半业期 这边的话当然有几种方法 我们 简单的方法 当然 你可以用那个 资料里面的筛选 这个是一招 几率的话 也就是你如果有一些外部资料 也可以从这边呢 去捞到你要的资料 两个方法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刚刚讲的部分 先练习一下 就是 主要是 产生我们要的那个 枢纽分析表 跟他的走势 突破